絕對不是說因為疫情比較嚴峻 那就一急的就亂撒錢、亂弄 所以這個要設快賽戰要有科學基礎 該設的地方才設的 不該設的地方 你設那快賽戰 那到時候真的偽陽性一大堆反而亂掉 所以結論是這樣 要設快賽戰可以 但是要有科學基礎 要說你這個地方是熱區才值得做 不然就亂掉了 至於打疫苗 所以快賽跟打疫苗不見得要連在一起 打疫苗是按照你的供應量 然後我來設計我的生產線要怎麼處理 就是那個打疫苗的線要怎麼設計 所以這個一樣 所以最後的決定是 訊息越清楚的話 我們就更容易去設計整個施打的狀態 衛福部在昨天宣布採購兩家國產疫苗廠商 各五百萬劑疫苗 但是被外界質疑 第三期的試驗都還沒有通過就購買 請問市長的看法 這一題 其實不用我再來講 我想這個 這個是非對錯有一定的標準 如果是在一年前 他沒有疫苗 全世界都沒有疫苗 那臺灣的感染非常嚴重 今天做這個 我反而不會講話 所以常常是這樣 依據當時的環境來做決策 所以現在是這樣 那目前世界上很明顯 有18億人打過 已經有18億劑打過了 然後 有WHO這種 國際認證的疫苗 有6支 甚至6支以上 然後每一支都是可以說打上億 在這個很清楚這個原則之下 然後我們要 開始要去採購一個 二期才 都還沒做完的 所以這樣 人家那個三期做完了 有很明確的價格 這個二期還沒做完 價格多少 說商業機密 所以我常常講一句話 考第一名的條件是什麼 第二名考得比你差 所以就是說 當很明顯 這個國外的疫苗 價格多少 然後馬上就可以買 這時候你硬是要用這個 那你要講你的理由是什麼 那我也知道是這樣 我們過去很多 美國已經FDA通過了藥 進台灣 我們的衛生署還是跟他審來審去 我也知道這個叫行政障礙 保護本國產業 所以今天有個問題 到底我們中央是要保護 本島的生技產業 還是要保護本國人民的生命 這個要把你的政策的價值講清楚 這個是這樣 如果是奢侈品 或是這種 這種娛樂品 我比較沒意見 現在要考慮的是 這個是人民的生命 還有一點 當然你可以講說 我們要發展本國的生技產業很重要 這我會同意 但是剛才先講了 現在這個疫情在全台灣 在北台灣地區是 潛伏的感染源都已經散在裡面 我們是按照目前的這種管制方式 才可以壓成這個樣子 這也要坦白講 台灣的國民素質還是一流 就是說其他國家沒有辦法這樣 沒有辦法說 一個政府用勸導的 然後大家就乖乖的在家裡 把疫情控制在一個程度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國民素質很高的地方 但是這個是我們有很大的代價 我剛才講過 按照目前的管制方式 再拖三個月 餓死的會比病死的多 我跟你講 所以這樣 就醫生的觀點 小時候我們當學生的時候 老師都教我們說 我們是要治療病人 不是治療病 所以中央政府要考慮 你是要扶植本島生技產業的發展 還是整個台灣這個國家的最大利益 這在思考 所以 治療病人不是治療病 所以是考慮國家的最大利益 不是考慮 兩家生技產業的最大利益 這個要想清楚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